九大健康骗局 您中招了吗 第一 按摩淋巴结能排毒 这个根本不可能 毫无科学依据 第二 食物在一起吃会中毒 有食物相克的说法 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没有理论解释的 而且呢 也是没有实验验证的 也没有临床的数据的记载 第三 血液里存在的垃圾会形成血栓 咱们的血液里啊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垃圾 但是有一点 只是咱们正常的这种代谢物 可以多喝水 多上计算厕所 就能排泄出去 第四呢 每天一万步活到一百岁啊 正根据中国这个居民膳食指南的 2016版的这种指南指出来啊 每天六千步才是最合适的 当然具体的步数因而而异 但是也没有那么的神奇 第五 趁热吃对肠胃好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65度的热炎 是一级质害物 吃烫的东西也是一样的 刚出锅的食物 再放上几分钟再吃 这是非常科学的 因为吃烫 跟咱们的烫食 跟咱们的食管癌 是高度相关 还有换季去输液 可以疏通血管 这个方法真的是害人不前啊 不但没有用 而且呢可能会引起你的心衰 过敏反应 加重你的病情 第七呢 按摩乳房 可以通乳去结结 如果你真的有乳腺结结 或者乳腺癌的话 再去按摩 那么只会加速它的扩散 临床中我们见过太多这种例子 还有第八 有人说适量饮酒 有益健康 其实酒精是一级致癌物 它会引起心痕脑痕 以及肝癌 它是罪魁祸首 第九 碱性体质更有益于身体的健康 其实咱们的身体 根本就没有酸和碱 这种体质的说法 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谎言 之前的病毒 但是我们的对于肝癌 人们的身体质 应该可以伤害 证明一下